您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麦玉姐 新闻一开始 首先带您快速浏览北美各地的最新要点新闻 不明新闻爆不完 盖茨闪退司法部长提名 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清点的司法部长人选盖茨 即日前爆出买春和未成年人发生性行为等出多争议后 近日又被爆出更多新黑料 包括多次参与性爱趴还没付钱 甚至疑似吸毒 引发包括共和党人在内的诸多反弹 盖茨今天突然抛震撼弹 表示尽管自己气势正胜 决定推出领选程序 川普则赞许盖茨为避免分散对新政府的注意力而决定让位 每周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降至六个月以来最低水平 劳工部周四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 截至11月16日当周 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下滑至21万3000人 较前一周修正后的21万9000人减少了6000人 这是自4月27日当周申请人数 20万9000人以来的最低水平 报告也指出 截至11月9日当周 持续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攀升36000人 达到190.8万人 司法部呼吁Google停止使用Chrome网络浏览器 美国司法部要求法官迫使科技巨头Google停止Chrome网络浏览器 原因是多年来在线搜索之王的谷歌正在非法垄断 因为它与Chrome浏览器紧密结合 而Chrome浏览器现在是美国首要的网络浏览器之一 法庭文件中表示 由于谷歌的行为 竞争环境并不公平 谷歌的品质反映了非法获得优势的不易之财 七军人感染退伍军人疾病 城县卫生官员发警告 七名感染退伍军人疾病患者都居住在 城县威斯敏斯特的西北角 卫生官员怀疑当地的冷却水塔 水池 水疗中心和其他当地水源有细菌 因为导致退伍军人病的细菌 都会在温暖的水环境中繁殖 症状包括与肺炎相关的症状 包括发烧 咳嗽 气喘 肌肉酸痛 头痛 胸痛 恶心与肤泻 官员们正在忙于确定感染源 中天中望 这里报道